大家好 大家好 昨天忙裡抽錢的後果就是 剪輯影片 剪到非常晚 然後現在早上9點 起來 繼續剪 今天原本一些計畫可能要取消了 5點38分 5點38分 我剛剛 我剛剛剪完了 一部影片 那我總共要剪 4部 但是今天就算了 然後原本計畫要去看螢火床也算了 結果就不去了 太累了 休息一下 那這個時間就應該去吃個晚餐 在那之前趁著天黑以前 我去拍一點 素材吧 今天vlog的素材 為什麼我還堅持拍這個vlog呢 那是因為 我這個頻道 終止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呢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也不算秘密吧 大家都知道 我的體重呢 算是有輕微的過重 就是稍微胖一點 那這個肚子 看起來是相當的 多肉 然後 相當的油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手臂 是幾乎沒有什麼油的 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強壯的男子 而不是一個肥胖的人 這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這個 還有 這個 這個是 叫做斯坦伊康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 都沒有見過 這個東西 而這個是 電影攝影機 這兩個 在劇組中 相當的常見 在過去 三軸穩定器 電子的 還沒有普及之前 用的 就是這個 現在 三軸穩定器 普及了之後 大家用的 還是這個 因為在劇組中 拍攝電影 用的攝影機 會比這個攝影機 大 很多很多 這個呢 算是 超級超級小 之後會做一個測評 他的畫質非常好 但是體積 超級小 常規的攝影機 會比 手中這個 大好幾倍 兩三倍 那 重量呢 5公斤 6公斤 10公斤 20公斤 都有可能 用三軸穩定器 怎麼可能 穩定呢 所以用的都是這種 物理穩定器 斯坦尼康 那 整組下來 還必須要搭一個 背帶 掛繩 整個來 分擔這一整個 重量 三軸穩定器 在斯坦尼康面前 就像是個玩具 整套重量加起來呢 5公斤 10公斤 7公斤 所以在劇組中 女性攝影師 非常少 就是因為 這樣子 你必須要有 強壯的手臂 大量的體力 因為就算大家不知道 劇組是怎麼樣拍攝的 也應該知道 拍攝相當的花時間 可能一拍 十幾個小時 二十幾個小時 這樣子的設備 加在一起 十幾個小時 二十幾個小時 行走 幾公里 幾十公里 不斷的重複 一直拍 所以 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的手 和我的肚子 不是一個級別的 最後 是時候告訴大家 我真正的實力了 如果你知道接下來的畫面 是怎麼拍攝的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不知道 也在下面留言 之後可能會做一集影片 來和大家分享 如何拍攝 這樣子的畫面 好 好 防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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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